哈喽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Scare的两个新任务 这个好吃到上瘾一跟二 都是需要我们找的任务用品撤离并上交 这边是我们的地图 大家可以保存一下 这边需要一个餐厅经理办公室的钥匙 但是这个钥匙不是必需品 你也可以买一下很便宜这个钥匙 只是说这里面也会刷 它有很多刷新点 也有不需要钥匙的刷新点 就是我们大致的位置 大家可以记一下 其实很好找 就在我们这个送酒店对面 我们进到餐厅之后 左转 先上到二楼 二楼有一个刷新点 位于我们这个圆形的吧台这里 从这儿进来 然后蹲下 这个毛巾这里是一个刷新点 好 我们上楼 我们上到三楼 三楼有三个刷新点 这里有一个也是在吧台 在这个位置啊 这把刷在这里了 我们直接拿了双胶就可以 然后呢 下一个下一个刷新点啊 下一个刷新点位于我们这个厨房 这里 我们从这儿进来之后又转 这边有四个水槽 然后就位于这个位置 打开的这个柜子 我们这个瞄准的地方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说到需要用钥匙的这个刷新点 其实钥匙很便宜 可以买一下 你实在不想买那就多跑两把 这里面也只有一个刷新点 进来之后这里 这个带发光的这个有这个灯带的地方啊 这里就是我打的地方啊 这也是一个省一点 好我们这个二啊 二是需要我们找到一个原料 也是任务用品啊 这里是地图 好 这里是我们刚才座一的位置啊 然后这里是松木酒店 这里是邮局啊 这是个电车 位置还是很好找的 就在我们这个马路对面 邮局这个方向 这边有蓝色的牌子 我们从这过来 这里啊 门口有个防弹板 还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进来之后又转 这里啊 电话旁边是第一个刷新点 这个也是同样有很多刷新点啊 然后我们这里原路返回 这里啊 这个是需要钥匙的 这个钥匙同样也很便宜啊 也是可以买一下 特别便宜 这个会议室钥匙 进来之后呢 这边是会刷这个 刷情报的啊 然后我们的任务用品 就在这个位置啊 在柜子上 桌子上是会刷情报的 然后我们出来 继续返回到外面 好 这里是松木酒店 这里是我们是做一任务点的地方 然后我们来到这里 好 向着这个方向一直跑 到这里 这个黄色公交地方右转 然后一直直行 到这里可以上楼啊 我们直接上楼 楼上呢 是有三个刷新点 从这进来 左转 这个角落啊 这个 这个地方 放答案的地方 有一个 往前走 这个办公位上啊 这个电脑后面啊 就是我放这个水的地方 也有一个刷新点 然后我们出来 进到这个房间里 来到角落啊 这个电风扇旁边 这个蓝图这里 也是我丢物品这里啊 也是一个刷新点 然后我们撤离啊 上交就算OK了 好了 这里是潜语 制作者干货的教学 点赞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